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人生在世 有数之不尽的烦恼与无奈 总是让人迷茫又无助 而人生因梦想而有了动力 因努力而有了成功的喜悦 抛雀枯燥地说叫 有一个鲜活生动魅力无限 又充满阳光向上力量的榜样在你的心中眼中 他所激发的能量会有多大 或许是你难以想象的 肖战就是一个拥有这样榜样力量的人 他以素人之身 没背景 没靠山 毅然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独闯陌生的娱乐圈 在那个年纪 他的勇气与魄力相当令人生配 为了适应与生存 苦练舞蹈 台词 演技 不怕从零开始 娱乐圈暗潮汹涌 他不拒公司撤肘 资本打压 走自己路 百折不挠 坚守自己底线 不屈也不拒 凭着大智慧与大格局 绝处重生 一齐绝尘 谱写了一曲 荡气回肠的励志战歌 肖战以一个普通人之身 承载了这个世界莫大的恶意 以弱小知识和庞大资本斗 以小博大 却以弱胜强 宛如小说男主走进了现实 成就传奇人生 到如今 置顶资源在手 话语权在手 行走于热爱 举世星光 万众瞩目 却依然不骄不躁 继续上进 善良有爱 公义从不缺席 这样的人 谁能不服不爱 这样的人生活在我们普通人的身边 就是最好的励志榜样 近日看到一位53岁肖战海外粉丝的字述 也是向偶像报喜 看后着实令人感动又振奋 他自从鸿海石粉上了肖战后 就开启了他人生的逆袭之旅 电脑小白的 他报名读了一个名校的数据分析证书 以五门权A毕业 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经过一番努力打拼 让自己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自由 也实现了跨越山海 万里奔赴 见到了如梦之梦舞台上的肖战 在文中 他向肖战表达感谢 感谢这世界因为他而变得更加美好 让他的人生多了很多亮色 相信由此感觉的人非常之多 因为认识了肖战 感受到他带来的光与力量 在生活中增加了与困境搏击的勇气 有了昂扬的心情 自信的底气 去开启新的目标 鼓起了满满的斗志 去成就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 讲真 淡淡也是自从认识和了解肖战后 在2020年时分而拿起了笔 坚持到如今 做了许多自己从未想过的事 有了无数的第一次 感谢肖战 让我的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哪怕遇到再糟心的事 也能保有阳光向上的心情 话说回来 这位53岁的粉丝 在最后还不忘晒他的 以XZ1005为名字 取得的5A成绩单 这让人不禁想起高考后 好多人向肖战报喜 晒各种各样的成绩单的盛况 世界大同 万千粉丝的心是一样的 何其有幸遇到肖战 让人们在各自的生活中 变成更好的自己 肖战是他们的骄傲 他们也要成为肖战的骄傲 最后 传统追星往往追的是 帅气的容颜 优秀的才艺 由酷炫的舞台和戏剧故事 营造出的人设 而肖战以过硬的演绎实力 和出众的人格魅力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追星概念 不仅给人们带来立体鲜活的角色 还在人生道路上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肖战能赢得无数成年人 甚至众多社会中间的认可和喜爱 不得不说 在品行与精神层面值得称道 成为跨越年龄界限的榜样 最后感恩何其有幸相遇 相识感谢你精彩耀眼 做了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 节目最后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宽